第三點前三個秀 每年在教室的競爭 都會基盤一連串感謝老師的慶祝活動 這次警察在校風和家庭委員的支持 以及協助之下 特別要請到後來的小朋友 來錄影拍片 表達他們內心對著老師 麻麻感謝 教室節快樂 一位一位小朋友 大小公主信來對老師的感覺 共同來慶祝教室的來告 第三點前三個秀 特別在校風 她去教室委員的支持學組之下 是學校後來 告訴你的學生來錄影 並在做新鴨品來感謝老師 她去校長 平常是對她的付出她的照顧 老師常常都會安慰我 鼓勵我 而且也會跟我分享她生活的經驗 我非常謝謝老師 她利用課語的時間 來教導我們語文的一些知識 讓我們兩個收穫很多 然後我想利用這個機會來謝謝雅蕙主任 感謝所有的工作人員 讓我們有機會把心裡想說的話 可以說出來 我想要謝謝的是校長還有阿姨們 跟董主任 讓我有這個機會 可以感謝全天下的老師 那這一次我們是用 藉由小朋友把愛大聲說出來 然後把它製作成影片 那以後它會變成說 會有我們把它放在FB 然後粉絲團 讓家長還有學校還有學生 老師他們感受到 學生對老師的愛的這一方面的 一些比較互動的感覺 剛才六天以後 後來在台北告訴這次的這段時間 基本真的帶來多久 來慶祝 希望讓學生 還是對專長老師 也不用他們有一個感恩的心 就是進駐老師 教師姐快樂就掛在我們的校門口之外 我們讓小朋友在教師姐的前夕 也在大操場 每一班都用群體的方式大聲地說出 老師我愛你 那今天是這個小朋友各班級代表 來說出感謝老師的話 因為有這個舞台 小朋友能夠抒發他們對老師的感謝 我也覺得非常的感謝我們的會長 家長委員 還有我們的國泰人壽的同仁 他過好風以及家長委員會的用心 讓學生來宿客 並想是老師對他們的付出更辛苦 和他過了很多壓扁 來訓練學生的大量 表達中文許華以外 要好好來老師可以在教師姐 在某某某的力量 繼續讓學生後不下去 祝老師教師姐快樂